主席,我们学校师生让我来邀请您提写校名,完不成任务我可没法交代。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国立清华大学更名清华大学。 邀请谁为清华大学提写新校名成为一个疑问,征集全校师生意见后得到同一个答案毛主席。 清华是如何说服毛主席提写校名的? 历史上清华大学又请过哪些人来提写校名呢? 那么,这其中是否有你的母校呢? 视频开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一切还要从清华大学是如何解放开始说起。 1948年辽审战役结束之后,东北全境被解放,解放华北也迫在眉睫。 当时蒋介石意识到,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必须将大量文物和资源向南方及台湾迁移。 为不让蒋介石的奸计得逞,我党组织开始在清华积极宣传革命形式。 首先组织清华学生成立纠察队保护学校财产和文物档案,同时积极寻求和清华教授对话,劝说他们留在北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地下党组织的努力取得了效果。 1948年11月24日,国民党派遣督学商讨清华千校事件遭到了清华教授们的反对。 国民党只得劝说清华教授及老师们离开,但最终只劝走了三名教授和两名讲师。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开始解放北京周边地区。 解放过程中,我军在圆明园附近遭到了国民党反击,由于战斗影响,清华大学校区清华园一带直接遭遇了敌军的炮击。 为避免清华大学被破坏,人民解放军只能用步枪和刺刀和国民党军队展开肉搏。 直至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获得解放,清华大学也成为了华北地区最早解放的高校。 不过清华周边地区尚未解放,每天仍旧有大量的军队来往巡查。 为了维持清华正常的教学工作,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政支部在清华大学西校门及体育馆张贴布告严禁骚扰清华学生和教授。 这份布告保证了清华在战争时期的安全,后来被清华大学档案馆予以收藏。 随着解放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胜利,开过大典的时间也得到确定, 政府特地邀请了清华全体师生参加。 1949年10月1日凌晨,满载清华2000多名师生的火车从清华园前往天安门参加建国大典。 为毛主席的雄风所惊艳,清华全体师生集体请愿,希望毛主席能为清华大学提携校名。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张希若教授找到了毛主席,将清华师生的想法转告于他,毛主席欣然同意。 1950年6月的一天,毛主席为清华大学提携了校名。 他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了六个清华大学字样,分别是自上而下写了四个,下方并排写了两个。 完成后的经过仔细对比,勾选了最下角的四个字,表示自己推荐,让助手寄给清华大学。 为表达对毛主席感谢,清华大学以全体师生名义向毛主席写了一封致谢信,信中满是激动之情。 如今清华大学东西校门的题字均出自毛主席之手,但可惜的是,当时毛主席写字的原件只保留了另外五个版本。 那时候技术并不发达,清华大学需要剪下最右下角字样用于制作校徽。 加之缺乏文字资料保存意识,被剪下的字样使用之后便没能妥善保存下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不是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提写校名的名人。 在三次的校名改动过程中,清华大学均找到了当时政府高层人员提写校名。 清华大学的建立要追溯到1900年,由于八国联军清华,清政府签下了薪酬条约。 作为联军之一的美国得到了大量赔款。 1904年,美国找到清政府表示赔款数量过多,愿意退回部分款项合办学校。 这件事到如今仍有不少人讨论,将其作为美国对中国友好的象征,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 不过清政府赞同与美国合作,经过谈判之后,1908年双方达成办学协议。 而在得到支援款项后,清政府于次年成立了由美学务处,在附近建立了由美四业馆,这也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由美四业馆建立后,培养了不少赴美留学生,最出名的留学生是詹天佑。 他们为近代中国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到1911年4月9日,由美四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并定立章程,被誉为清华历史的开端。 不久后清政府垮台,清华学堂在1912年10月更名为清华学校。 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此后经过数年发展, 国立清华大学成了国内数一数二的综合性学校。 而从清华学堂到国立清华大学,它的每一个校名提写的背后都有一段独特的历史。 清华学堂最早于1910年开始修建,大门建立于清华园东边园永恩四处。 最早修立的清华主校门被人们称为二校门,提字为清华园。 清华学堂这四个字则是被捐刻在学堂的大门上。 为清华学堂提字的,是清朝军机大臣叶赫纳拉纳同,是晚清政府重要的奇人官员。 除此之外,当时清华学堂还有咸丰帝提写的清华园三字, 原来清华学堂建立时,清政府把建立于康熙皇帝时的皇家园林清华园作为办学地址。 而清华园原名为西春园,后改名清华园。 收回之后的清王朝也一直没有打理清华园,最终导致该园林被荒废。 因此,清王朝才同意将该园林作为办学地。 这一时期的清华学堂有着浓厚的清政府烙印,也是清华回来改名的原因之一。 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此时清华大学需要新的校名。 时任校长决定效仿前辈,邀请名人提字。 于是,找到了谭严凯手写,并制成牌子悬挂于清华大学校门之上。 大多数人对谭严凯这个名字非常陌生,他是光绪三十年的近史,也是近代著名的严书大家。 谭严凯在严真卿凯书字体上有很高的造诣,是民国时期四大书法家之一。 同时,他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不仅多次主政湖南地区,更是孙中山先生坚定的追随者。 1930年去世之后,被举行国葬,这在中国近代是很高的殊荣。 改名后不久,清华扩建,于1933年建立了第二个主校门。 大门上捐课的校名仍采用谭严凯所写字体。 可惜由于历史原因,谭严凯所书写的原字记早已丢失。 新中国成立之后,清华迎来了有一次校名变动,去除了国立二字。 这才有邀请毛主席提写校名的事件。 毛主席在为清华大学提字后,一开始,清华大学是将毛主席提字做成校牌,悬挂在学校西大门左侧立柱。 直到后来,才将这四个字镇刻在西小门的门楣之上。 清华大学在2000年学校东侧建立的第三个校门,同样是采用了毛主席提字。 在二十多年前,仔细看便会发现清华东西校门使用的提字大有不同。 原来,在东校门取样之时并没有直接搬来西校门字养,而是在毛主席所有提字中分别挑选进行组合。 才有了清华大学东西校门字体刚开始不一致的情况。 可在2018年,一辆社会车辆撞毁了清华大学东校门名标牌。 此年清华大学进行重修,这才将字体更改为与西校门一致。 清华大学并不是新中国第一个请求毛主席提写校名的高校,北京大学在1949年就提出了邀请。 了解毛主席的都知道,早年毛主席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在这里他认识了李大钊先生并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一直以来,毛主席对北京大学都有着深厚感情,北京大学也将毛主席视为优秀校友。 在1949年12月北京大学筹备校庭时,校方发出了请求,希望毛主席能为北京大学提字。 毛主席没有拒绝,完成提字后很快就寄给了北京大学。 让人意外的是,这一消息传遍学界后,需要更改校名的大学纷纷找到了毛主席。 1950年南开大学组织学生来到了北京巴达岭郊游,当时北京大学接待了这批学生。 两校学生在交流过程中,南开学生意外得知北大校名由毛主席亲自提字的事情。 这些学生回校之后,便决定邀请毛主席也为南开大学提字并主动发出了邀请。 毛主席一视同仁,同样写下了多个南开大学字样,让南开大学自主选择。 同年,还有北京师范大学,1950年8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正在商议更改学校徽章。 时任校长林立如写信给毛主席,希望毛主席为该校提字。 收到书信的毛主席一共写了三行,同样将最满意的一行进行标注,寄给了北京师范大学。 在这一年,湖南大学也找到毛主席,希望改名为毛泽东大学。 毛主席听后否定了这个想法,随后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请求毛主席为学校提字。 收到书信的毛主席爽快写了三个版本的湖南大学样本,寄回去供他们选择。 作为毛主席的家乡,湘滩大学在1958年由毛主席倡议建立。 湘滩大学建立之后,毛主席写上了两个版本的字体,让该校自主选择。 也是这一年,毛主席来到了安徽合肥考察,当时安徽大学还叫合肥大学。 该校校长找到了毛主席,希望他能为合肥大学提写校名。 经过一番思索后,毛主席认为还是安徽大学好,因此在当天晚上写下了四个版本的安徽大学,让学校挑选。 自这之后,合肥大学更名为安徽大学。 除这些学校外,毛主席还给复旦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等院校提写校名。 而最后,我们再提一个另类的山东大学,虽然山东大学的校名也是毛主席所写,可却并不是毛主席专门提名。 而是选自毛主席寄给山东大学古文学学家高亨的信中字体,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1950年毛主席给清华大学提写校名,其他高校知道后,纷纷邀请毛主席提字。 毛主席作为新中国的领袖,自体中蕴含的精神成为无数学子追求的目标。 虽然伟人已经离开我们多年,可是他的精神伴随着文字传承了下来。 现如今,这些大学早已成为中国培养人才的重要学府,为地区和国家的建设发光发热是可谓称赞的存在。 那么最后问一句,这些由毛主席提字的大学里有你的大学吗?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